郭总编 你刚刚还谈到其他的几个问题 包括经济 什么台湾问题 以及所谓国际环境 经济我们都知道 中国确实现在很大问题 台湾是个老问题了 我就是有一点疑问 中共喊了70年 解放台湾也好 和平统一也好 一直在为什么今年台湾会特别特别 为什么会成为习近平要面对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对习近平来讲 台湾问题和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期都不一样 因为习近平连任是中共十九大提出来的 破了中共过去四十年来的惯例 他的借口就是 他上台的连任的借口就是台湾问题 他是提出要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解决台湾问题 那就是说到2027年到2032年之前 这就是这个事情是党国的大事了 中共解放台湾 那是从我们从小都被灌出 那是头等大事 谁也不敢说不对呀 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够说临时换最高领袖 所以必须支持他连任 所以这个是他连任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 所以台湾问题是在他内部的一个 习近平在内部的一个招牌 现在西方也警惕起来了 大家都在戒备了 要围绕着台湾问题出现了 在国际上出现了多个的西方的军事和半军事同盟 打台湾恐怕没那么容易 但是习近平他已经说出来了 而且调子唱得这么高 尤其是麦卡锡出访 就是三个月份去出访的时候 日本首相岸田直接说不许武力改变台湾现状 日本官方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习近平现在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他要不要面子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连任的合理性 会遭到党内的质疑 所以台湾问题是他自己给自己挖出来的一个坑 对 请你付出一下 台湾问题现在确实是横在中共 包括中共现在最高层前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是吗 郭总编讲得非常对 他就是习近平给自己把自己架起来了 架起来之后你又下不来 下不来这个又没有台阶 那只好搞不好得摔下来 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 对 因为作为台湾问题的话 国际社会绝对不可能是放手的 对 因为台湾不仅仅是说你这个是一个民主问题 或者我们讲说第一岛链的问题 对现实的来讲台湾牵扯到一些芯片 牵扯到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稳定问题 所以这台湾不是你内政 台湾是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生命 或者是这种和平稳定的一个这种至关重要的东西 所以对中共来说对全球来说 这个就是将到这了 将到这的话那作为全世界来讲 一定会把这个压力压下来的 所以习近平跑是跑不了的 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 因为美国他现在已经把中共成为自己的威胁了 那么现在其实美国他在台湾问题上 我个人他已经做了很详细的准备了 大家可能看到了最近美国军方说做了二十几次杀盘推演 他这个推演完了不是自己留着的 他会给台湾的 他给台湾的建议只要你不投降 美国介入日本介入 他说中共百分之百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他把这个中共变成自己的一个威胁的时候 美国我个人认为 他下面会越来越强硬 对 我有次跟人说个玩笑 我说现在拜登巴不得习近平头脑发混 只要你头脑发混 你要打的话 那中国面临的这个局面 会比俄罗斯可能要惨十倍 一百倍都不止 而且他会用各种方式来刺激你 最近你看到美国专门有众议院提出来 我们要提出个议案 干嘛呢 说台湾就是个国家 对吧 我们要放弃那个一中政策了 这是干嘛 其实他就是刺激习近平 这个整个让我感觉就是奶壶不开 提奶壶 这个还是清了 你哪痛往什么地方挑 现在不光美国人不光是这个在政治上去挑 我觉得军事上也有 包括在南海在东海 包括他的这个侦察机过去都那个自己的电信号 这个定位系统全部打开 就是让你知道我在哪 飞到离上海就是一百公里 90公里左右的地方 就从那绕 中国的飞机就是飞过去 那个不是什么歼11什么的跑过去去拦截 那个是美国人赶快照下来 美国人 我一直觉得这是美国人想要的一个效果 因为以前曾经我们在华盛顿采访的时候 美国有人说 十年之内我们有把握 十年之后难说 这样的 对 因为所以现在变成了就是说 如果说台湾必然要打仗的话 对美国人来讲 早打比晚打好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你看美国人这个问题搞得 他会去刺激习近平 对 这次清零不是死人吗 就国际都知道麦卡锡就去 对 这不就是一个很 你就好像吃你病哪里命吗 麦卡锡去之后 我觉得它会造成一个后效应是什么 就以后这个美国或者一些西方的这些重要官员 去台湾已经成一个标准动作 对吧 那你下一任众议员议长再出来之后 可怕也得去 所以这种情况下刺激的中共 你是反应大还好 反应还小还好 你怎么办 如果不反应 你国里过不去 对不对 你反应大了 那万一擦墙走火 那美国巴不得 我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习近平整个外交上面一个最大的败笔 是把日本彻底惹爆了 对 因为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来讲 中国和日本这个关系太重要了 它甚至比跟美国的关系还要重要 它就是对中国的安全 对这个尤其是中共战略 台湾这个问题 在东海黄海方面的这种问题 跟日本的关系太重要了 这个是从毛 从邓 从湖 从赵 甚至是到江 他们都是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跟日本搞好关系 比对美国的关系还要重要 因为那个是如果你要防守的话 这个是重要的关系 你要进攻的话 就是对美国的关系最重要 所以你现在的习近平是把对日本的关系彻底搞崩 你看那个岸田文雄 以前在日本他是所谓的鸽派 他是鸽派 安倍晋三才是鹰派 所以我现在鸽派唱那么厉害 他这个国家安全报告整个提出来以后 突破 他原来和平宪法是军费不能超过1% GDP的1% 现在就是五年到2% 也就是他要增加一倍 日本这个国家 虽然这个GDP不是多么多么怎么样 但他全球第三了 他的军费加一倍 那个对美国人来讲 真的是松一口气 以前那个特朗普最生气 就是日本人不肯出钱 日本人自己也出钱了 日本自己要出钱 而且他要在日本的这个冲绳岛 整个这个沿海的各种各样的岛屿 他们要建武器库 他们要建联合训练场地 而且不光是和美国人 英国 对 包括英国 包括法国 甚至他们还要去找德国 还要跟澳洲 印度 建立联合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机制 这种东西就摆得非常非常明显 我觉得这个中共未来 这个恐怕很难很难就跨过这个卡 对 因为这一次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观察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对于西方来讲 这一次通过俄乌战争实际上在要干嘛呢 就在磨练怎么去收拾中共的一套东西 不管是从对这个俄罗斯的国际制裁 金融制裁高达是六千多项 还是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军事 是形成一套联合机制 对吧 形成这个真正的一个大北约的一个概念 怎么去打 所以这个也是在去磨合它的整套机制 同样呢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各方面的这种联合透气 很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目标就是针对着中共 所以接下去的话呢 这个我们也看到斯特尔腾贝格对吧 就是北约的秘书长也会去访问日本和这个韩国 那目标呢很明显 它不是针对说让日本去支持这个到北约的 而是反过来讲的话要再把北约扩充到就是中国这个边上 来针对的目标就是中共 对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他就是中共这个体制 他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东西 在历史上我们学过各种各样的这些叫做战略战术 对吧 什么远交进攻啊 或者是什么这个拉一派打一派呀 或者什么样的 中共就是说习近平时代不是 他把所有的这个 能得罪 能得罪的邻居全部得罪了 就是你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最后找谁跟随合作 跟随去打去 找谁去作为一种后处这种后备的力量支撑呢 俄罗斯 没有 俄罗斯完了 对吧 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这个 我们看到美国就西方现在这么严重的去削弱俄罗斯 目的其实很明显 你原来不是你想把这个俄罗斯当做一个这种 背靠背来去当盟友吗 对不起 我想把你这只手打残了 打残了之后 我再来收拾你 对很明显就是这套战略 对 这个习近平受到党内挑战 是受到这个制定政策的这批人的挑战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跟俄罗斯有关 就是对俄外交 对 这个外交上面他要靠俄罗斯 然后跟美跟西方跟日本去对抗 但是这一套很明显出了问题 俄罗斯这一仗把他的这个真实的本领给打出来了 没本权了 对不是他这个经济上本来他规模不大 大家觉得你还是军事上很厉害 你还是很能打的吗 对不对 你武器肯定如何如何 这次在乌克兰全部现行 全部现行以后 现在中共内部都都都都看傻眼了 说我们就是这么大个国家背靠的 原来是这个一个完全靠不住的 叫三流世界这种军事国家了 对 原来是一个什么第二军事大国 这一仗打下来之后 大家觉得哇俄罗斯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这一块呢 我个人觉得习近平其实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 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啊 你习近平在支持普京 使得整个欧洲大家都在看你习近平 对 哇原来你是这样 你跟他是一伙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都会想那你下面如果要动台湾的话 我们必须得支持台湾 所以现在不是美国 是美国加欧洲加亚太 那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他动还是不动 他不动吧国内通不过 因为你是以这个承诺来连任的 一动吧一动就是基本上算是全世界这发达国家跟你一起干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他的一个结吧 他怎么过 咱们师母以待了啊 我觉得这个结才过不去的 这也是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也谈过很多次 就是中共在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基本上就是两个杀手舰 第一个就是反腐反贪 因为老百姓很恨这个贪官 第二个就是民族主义 而民族主义是一定要有一个标靶才行的 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一样 美国的是这个爱国主义 我们是谈怎么爱美国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怎么恨这个别人 所以你没有了一个标靶呢 中国是没有民族主义的 所以在中国我们谈民族主义的时候 就怎么反美 怎么反日 怎么反台 怎么反韩 反印 反菲律宾 反这个法国 当然他把它全反一遍 就是说他是 所以有人说他不是爱国主义 他是恨国主义 这个这个 所以恨教育 对 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民族主义的标靶选定里面 其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选的就是日本 因为日本最好弄 第一 日本呢 很容易跟你妥协 日本人觉得你们很重要 然后呢 日本经济对你有依赖很多 然后这个大家经济联系 而且日本这个里面的渗透的 很多官员 就是认为这个一定要很如何如何 我记得八十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提出口号叫 中日不再战 世世代代友好和平 那个时候 胡耀邦和当时日本的首相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 他们合作三千中日年轻人交换 交换做很多很多项目 提出来的口号就是中日不再战 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我们不提了 以后我们怎么友好 现在中国人完全不是这个态度 我看到外交部的那个发言 最近的发言 当日本人说他们的国家安全报告 有人问这个外交部的时候 他是说你日本人你是犯了大罪的 你们现在不好好反省 反而要搞什么军国主义 什么如何如何 完全不是外交部该说的话 说实话 完全不是你外交部门该说的话 这个滑下去 等于是把这个周边局势彻底搞糟糕 当然这个跟中共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另一个杀手舰 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估计这个他们很难 说是改变战狼 很难很难改 就跟防疫一样 当初叫你这样 现在叫你那样急转弯 现在急转弯 外交部门也转不过来 他们已经习惯了 而且这个说实话 这种战狼思想是习近平上任之后 他定了一个大政方针 当时王毅不还说吗 说这种方针 顶先西方外交思想300年 所以他们已经按照这条路走到现在了 他今年就随着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中国国内的问题越来越多 经济啊这种社会动荡 它一定会发生的 对吧这种破产的经济下滑 他这种情况下的 为了转移国内的这种矛盾 或者大家的视线 他也一定会在外部去制造一些事件 搞一个仇恨的对象 所以这个情况下 反而我觉得 他会进一步把这个国际社会 这种又进一步得对一下 所以我们不知道 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 其实这个他在方方面面 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中共高层 其实包括整个中共社会 都面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我记得李军几次节目都谈到 包括现在中国面临的局势 尤其是疫情带来死亡人口 可能是一个叫做不定时的政治核弹 这个政治核弹原子弹 这个问题你觉得大家都好奇 这个政治核弹会不会爆 什么时候爆 在哪一个地方爆 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 死了这么多人 可以说比这个大饥荒更厉害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要有负责的 要人来背这个责任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要不就习近平被这个责任 要不然习近平就把推给下面来负责责任 要不然就是习近平 你去把共产党人家打来被这个责任 那作为现在来讲 习近平他还没有明显表现出 他要抛弃党 他还得保党 但是在中共体制内 大家知道是有很多的这种反习势力的 有很多人其实是反对习近平的 那么当他们知道这个数据 是这么大体量的时候 他不会拿来做文章吗 我现在能够理解 现在在体制内一定有人在去 找垂直的证据来找这个 我不讲吧 这个不要说四亿 只要一亿 也不要说一亿 哪怕有五千万 你真正把它拿出来之后 叫习近平下台 他没法面对 那么习近平不知道 现在有人可能要用这个来 把它弄下台吗 我相信他应该有这个感觉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去怎么去解决这些 所谓他的政治骗子 对吧 就是所谓的 有可能是潜在的第二个林彪 对 所以这里面 他的用词是 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对啊 就不是像你这样的政治骗子 你根本就没什么背景 你骗了也没有 我骗了他也不听对吧 所以他身边的人 如果说出现有人 要想做这个事 或者是这个 真正的反习那边的人 他们要做的事 一大部分官员会支持的 对吧 而且民众有可能也会支持 你毕竟把这事情搞得这么杂嘛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时候你想毛泽东啊 以他的那种权威 他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最后才把刘少奇搞下去 才把这事算是搞定了 对不对 那把他政权的给他自己 他自己的位置稳住了 那习近平现在他不知道吗 那毛泽东那么大的权威 还有千人问责了 他那么大的权威 还有七千人问责 你习近平的权威 比毛泽东差远了 你现在使得 那个数据是有的 因为他那个身份证要登记的嘛 有死亡证嘛 死亡证 户记要注册要雕销的 数据还是有数据的 只是怕隐瞒嘛 这一下就是真的是一个政治核弹 把这个原来这个核弹 如果没有把它挑开的时候 都闷在底下 那么现在一旦挑开之后 现在应该说 我想中共的高层全都知道 炸锅了 那这种情况下 一定有人要拿它去做文章的 对 我看到金融时报 还有美国的一些媒体也在谈 说习近平的权威 在过去两个月迅速下降 他的政治权威迅速下降 所以他出来讲话 比以前温柔了很多 当然也憔悴了很多 亲朋我问你 你觉得这个炸弹会什么时候会爆 或者用什么方式爆 你敢这个贴口直断吗 这个不敢说他到底什么方式去爆 因为中国的这种事情发生 往往是一个非常突然的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在讲 这个新疆是中共控制最严的地方 对吧 结果的话就是反抗风控 爆炸白纸革命是发生在哪呢 就是发生在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的那么多人的话 而且是汉人大规模的上街 然后到了市政府那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征兆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约定就去了 所以同样在北京这些事情将来 你同样也不知道会爆发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在于说发生在什么地方 而是这个问题你不解决 它一定会爆发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